中午民眾黨中部感恩參會 柯文哲和蔡碧如都出席 兩人還被媒體拍到 走到戶外私下聊天 似乎想破除內鬥謠言 而下午的小草見面會 柯文哲和蔡碧如也一同出席 只不過外界也好奇 先前兩人究竟是聊了什麼 下一步台中要怎麼做 大家還會交換意見 之前有傳說要給他中央委員 就這樣啦 台灣民眾黨一隊 我們2月1號 新的立法委員要上任 因為我們那個部門區立委 都是當然的中央委員 所以我們本來就2月7號 要開實體會議 就是說因為我們過去 常常在網路開會 所以第一次要開實體會議 很多東西都要等新的 新的中央委員會成立以後 才會去討論 以前我們都說 這個名嘴在講了就算了 以後我們一定該告就告 柯文哲表示和蔡碧如 談及台中要佈局的下一步 更聲明未來對於各種傳言 不會輕放撥斥民眾黨有內鬥 不過也被媒體發現 上午在感恩茶會的名牌上 蔡碧如已經掛上了 中央委員的頭銜直稱 只是蔡碧如的名字 卻被寫錯十分尷尬 究竟民眾黨是否有人不願 蔡碧如回歸黨中央 也受到各界關注